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Joyce 我是Joyce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在天府旁邊的網船廠 那關於網船呢 我有非常多的資訊想要跟大家分享 這是Joyce第一次參加南州營王 其實我在網路上查了蠻多的資料 但是呢 資料並沒有到這麼的豐富 然後也沒有太多資料可以去查詢 所以呢 Joyce就秉持了百聞不如一見的精神 想說我親自來 然後可以來這邊 問問這些知道相關文化的人 然後就可以學習到更多 那當然如果可以把它記錄下來 跟大家分享是更好的啦 所以這次呢 我在來南州營王之前呢 我其實是帶了一個疑問來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 前一些日子也有去參加東港營王 那次也是我第一次參加 然後就有很多朋友 就是他們都很nice的 會提點我一些 他們兩個營王非常不一樣的特色 然後他們就說 Joyce 我跟你講喔 在這個南州營王 他們是營新王送舊王 那在東港呢 是營新王送新王 所以他們的代天選手 是會在這邊陪伴大家保佑大家 三年之久 我就想說 營新王送舊王 大家現在心中沒有一些疑問啦 就是如果是營新王送舊王的話 我們今天早上秦水所迎來的新王 就是我們的趙府大千歲 那送王的時候 豈不是要送前一顆的 薛府大千歲嗎 大家懂啊 營新王嘛 然後送舊王 我是這樣想的 然後我就想說 那為什麼王傳上還不寫上 薛府大千歲的姓氏呢 因為如果這艘王傳是要送 薛府大千歲的話 那其實大可不必等 請水來才寫姓氏啊 甚至王傳上現在的帥旗啊 跟姓氏寫的都是趙府大千歲 所以呢 我今天早上就是帶著這樣的疑問來的 那經過我今天的一番詢問 就是詢問一些這個 當地的一些知情人士 然後由他們來幫我解答 我來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是趙府大千歲呢 因為其實這艘王傳 是真的要送 趙府大千歲回天庭角址的 所以他們迎來的是 趙府大千歲 那送回去的也是趙府大千歲 欸 前面不是說 就是趙府大千歲要陪伴我們三年嗎 沒錯 他公送他回去天庭角址 就有點像是 我這段期間 我把這段期間的事情 然後結果做一個完整的禀報之後 趙府大千歲會再回來 然後就在帶天府裡面繼續辦公 然後繼續保佑這周邊的所有的居民 所以呢 趙府大千歲會陪伴我們三年 但是這艘王傳呢 也是送趙府大千歲回去的 所以這個疑問呢 就很成功的得到了解答 那接下來呢 大家分享一些跟王傳相關的資訊 大家有沒有覺得 我身後的王傳感覺有點眼熟 這艘王傳呢 其實在稍早大概十月初的時候呢 有進行一個環台王傳的快賞活動 其實今年才有 今年第一次 因為疫情的關係 然後希望能夠到各地去儲溫四福 所以這艘王傳呢 其實到了非常多台灣的重要據點 他甚至有跟台北101同框 我覺得這真的是超級酷的 所以呢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艘王傳非常的眼熟 因為他曾經呢 就這樣環台到非常多的地點去儲溫四福 我們看到這邊的旗詞上面寫的是靴 因為他們上一顆請到的 帶天選手是靴 靴大千歲 那另外一邊的旗子這邊呢 在拉王船的这个部分就非常的不一样 在东港我们看到的是 教班来去拉王船 而且甚至只有大千岁的教班 他们是负责拉王船的 那其他千岁的教班 他们会负责拿船围啊或是船帆 那在南州这边呢 他们是开放男女老幼 都可以来进行拉王船的这个活动 除了 除了就是像是家里有伤势啊 或是女生月经来 这个时候比较不方便之外呢 它是开放给大家都可以一起来拉的 好那其实呢 Joyce也是第一次来南州银王这边 所以呢 我就是帮大家边拍啊边记录啊 然后边问 说不定有一些解说 并不是这么的专业 所以如果你知道更专业的解答 或是你知道很厉害的答案 欢迎在下方留言 然后让更多人可以认识 南州银王这个重要的仪式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 更多南州银王相关的记录 大家不要错过 狂人咎咎的YouTube频道呢 那我们就下次再遇见了 YOU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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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咪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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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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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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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